东方最后请您非常快地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日前中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反日示威 看来这个反日示威现在是语泊荡漾 因为传出中共可能会对反日游行当中 一些打砸抢的分子来进行秋后赚仗 您所掌握到的最新信息是什么呢 东方 好 还没等秋后呢 现在刚刚过了秋天 刚刚过了夏天 已经要开始对他们算账了 南方都市报刊登的消息说 深圳悬赏 然后呢要抓住那20名 保钓游行的打砸抢者 照片公开在报纸上公布 在电视上公布 就有点像逮那些这个 most wanted person一样的 市民要是举报有赏 现在呢已经有两个人已经自首了 那个18个人还在继续的追踪之中 大部分呢是80后警方分析啊 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保钓 不是什么爱国 这些人是行为偏激 你问他钓鱼岛在什么地方 钓鱼台是怎么回事 尖戈列岛是什么 恐怕都不知道 只不过是借机发泄自己愤怒的情绪 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啊 另外我再介绍一下 新京报发表的一个社论说要 严格查处打砸抢 不能有任何遗漏 不管是大闹小闹 都要抓捕 好的 我非常感谢东方 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和分析 比资本来的行为 本来的行为是